葡萄牙中部小镇托雷斯维德拉时狂欢节花车大游行 星期天隆重登场 新引上千民众涌入大街小巷狂欢作乐 今年的主题是潮汐和海洋 但历年来以大搞政治讽刺为宗旨的狂欢节 当然不会只有海底世界这么简单 这闹缤纷的花车游行登场 首先出场的花车 主角是坐在地球形状马桶上的特朗普 后面紧跟着手举着火箭的朝鞋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不能幸免 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位神态滑稽可笑的美人鱼 老百姓同样绞尽脑汁 穿上千奇百怪的造型 融入这个怪诞的狂欢氛围 其他花车主角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 艺术家们用夸张的方式 对政治现状进行充满幽默的批评 为老百姓们提供一种 顺谢布满的管道 散码